一文綺本賽季初賽事上的比賽總共投了18局 快要加盟了 所以這個號稱今年最大5的補償趕快 沒錯 今天在彤醫師的 反倒是他的防守 前面兩個球投的 大吉出去三壘手接到之後 在傳上一壘刺殺打擊的 大吉現在要輪到 欠缺的就是他的 因為他還是一個 Lamigo非常主力的一個左投手 沒錯 不過這一球 黑送給了羅國龍也抓到了這個半局的第二個出局數 這球壓在了膝蓋附近最低的地方 這個好球讓羅國龍完全沒有辦法出手 這球打擊出去二壘手沒能攔下來 這球也是打得相當的場景 更遠的拳雷打 揮空率相當高 這球打上右外野方向 右外野手接殺 出球浮豪 這球浮豪 在昨天的狀況打出一戰打 今天一開始就打了 打擊輪到第六棒張俊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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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見好舊手型的 今年在二軍的部分是 只有在上一場7月28號的比賽 目前打擊的狀況似乎還沒有跳成得很好 這球選擇第一球就出棒 中外也遭到接殺 比賽結束之後 今天就回到一軍的行列 這球打擊出去 遊擊手接到之後 先傳二壘 再傳一壘 這邊打出了一個 在前個戰局 萊米戸桃園是攻殺一分 現在取得1比0領先 他的傳球就覺得 他的 一個優秀的捕手的 很好的捕手的阻殺 傳到了二壘手的手套 因為 但彌補掉這零點幾秒鐘 的話就是 上一軍的機會 比前兩年多了 非常的比較多 就沒有太多的表現 不過在 七月份 就有比較固定的出賽 來看這一球 三壘手接到之後 想自己的表現 東梓浩也想要弄很窮上去 我其實這個 說起來 這球 在本來後方的借外球看看補手 最終接殺了這一球 這次主要希望經過這個二軍的比賽 讓他趕快 四支三 也證明他在打擊的部分是調整的還不錯 這一球外野方向 中外野手是要來接球 最終是接殺 在主殺部分 受制於 紅星期待 在一個 接下來的打者又有長達活力 有改善許多的比起 然後 會空間 你在平常練習的時候怎麼去改善 我當然還是希望自己的按打數 可以再增加這球 打上了 有機方向先傳二壘 再傳一壘 居然一次就死兩個 對 什麼時候出現 大部分 呃 想看這一球 在球隊變成只有一分的領先 在球隊的防禦率是2.56 在 是非常在意壘上的跑者 哇這一球偏 哇這一球也露 哇就最 三米哥先把投手葉文綺 休息 但是 為了要讓他成長的時候 你不得不犧牲掉 再次保送 這個光這半局用戰 要輪到第九棒的 莊俊凱 這一點的壞球 是完全沒有辦法控 這樣一下 是 因為這個半局投出來最好 這裡還 哇還是 嗯 不要把手 問一個路人講 他可能會說 會認為是兩個不同的人在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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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補手 終於 這球打擊出去 我來看看有幾手接到之後 穿上 這麼多 是在四局下半出了一些狀況 嗯 那這半局 讓他打沒關係 來看看這球 我不要想說 只要靠自己解決 對 今年在一軍有出賽 二十二場的比賽 五四三個打數當中 是只有七隻單打 來看看這一球 外野的方向 中外野手已經就定位 打著一旦適應的時候 那個球就會是 打著一旦適應的時候 這球又是打上了外野方向來看看 左外野手 右外野 不過我們看到 LAMIGO的現場投手葉維 這個半局繼續拚 尤其隊友剛剛是... 應該都是一樣 具備的條件 因為要管理... LAMIGO這邊有張明翔在場邊熱身 這球擠向了... 右外野... 哇! 右外野手李國手 張明翔接到之後 來看看傳向一雷 結果一雷手並沒有接下來 而且現在豪哲要往二雷衝 哇!但是這個球快了一點 最終是抓到打擊的蔡逸璇